针对日月潭近来出现绿烈溪以及渔虎捕捞问题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农业处能够重视解决绿烈溪以及渔虎的危害 欣辩咮 虎捕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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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捕捉 钱缘凌芳渔肯定县府办理插博为南投带来 career en土 you can delete 产卷夕捕捕捕捕捕捉不足样的产ني 所以你看这种生态它确苹渗就有重要的 产般的性质所适应 should be 想支持呈耳铛银刚提��县 rates 让更多的茶农能够参加茶博 还有这个问题也希望说能够更严谨的态度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这个盛事 新元吴秦南针对日前民众陈情案件 希望农业处能够重视 并且可以邀请相关单位共同来会刊解决农民的问题 本来想要在那边种植桂花 那它只不过田土田的60公分 结果第一次被裁划了6万元 三年后又被裁划了7万元 两个陈情人已经七八十岁了 然后小孩子又身亡 然后在贷款缴不出来的情况下 他只好把那块土地把它卖掉 结果又被我们的税务局 克征了27万的土地增值税 国税局竟然又要找他克房地合一税100多万 是不是可以说拜托一下我们的农业处 我们找农业部一起共同来会刊 以联合会刊的方式帮他把它解套 在近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元王秋淑 林芳宇以及吴秦南 针对农业处相关业务提出建言 也希望农业处能够参考改善 保障献民的权益 记者陈威一 南图县议会采访报道